北约对中国判断是错误的 这是非常明确的 中国希望这些冲突早就停止下来 俄国和乌克兰的冲突 能够在领土主权完整的架势下 得到核心的处理 既照顾到俄列克的安全关注 同时又保护到乌克兰的领土主权完整 在这种一个框架里面 我们和俄罗斯有一些正常的贸易往来 一些经济上的往来 北约没必要大动干涉 今天的北约过度的介入到 恶务冲突 成为恶务冲突的一方 所以它对四五个形式的判断 都处在一个偏颇的立场上 它只希望乌克兰赢 但是从长期的战略角度 还是要考虑到俄罗斯的安全关系 北约这次其实是很严重的指控 因为它过去必须要做这样的指控 所以我相信它不会无敌放肆 目前公开的行政来看 应该是美国公布那些证据 已经能够让北约一些本来不相信的盟国们 相信了现在北约有了共识 所以才会有这个公报 那基本上中国现在可能要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相信西方应该会升高 至少要亚迫中国不要再 对了是提供居民养用的物资 让这个战争没完没了 下一步就是说 西方要怎么样想办法让中国听话 这是个问题哦 在说什么呢 整个人能够让中国听话 请不吝点 一点点 沙连